高達5.5米的主燈天光漫舞 閃耀在竹北市水順森林公園 藝術家以科技現代感搭配五彩色系 展現多層次的絢麗燈光秀 竹北市長鄭朝芳也預告 2月24日元宵節當天還有精彩的演出 在2月24日由我們郭靖來壓軸 來做我們的森林系的演出 相信這一次的活動非常的優雅 結合了我們的水順公園本身的地理環境 那有燈光 然後有我們的樹影流光 還有我們的弧心的這個燈影 相信一定可以帶給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還有竹北的民眾一個異於以往的燈會 以現代科技互動裝置設計 天光漫舞是藝術家謝炳結團隊作品 民眾可以結伴相約 一起玩跳格子互動遊戲 只要站在特定祈福點 燈光色彩就會隨之變化於舞動 它的形體是具有非常強烈的流動感 那它就象徵的竹北市其實是一個 科技發展非常快速的城市 另外一個部分是它是一個互動裝置 所以大家可以在祈願點上面去對它祈福 那站上去的祈福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它不同的舞動跟顏色 五彩繽紛的氣球互動燈區 小朋友追逐泡泡玩得很開心 藝術家將其命名為你做了什麼顏色的擺運夢 透過手機掃QR code 發送自己的夢境氣球就會變換色彩 還會冒出夢幻的雪霧和泡泡 這一次竹北燈節它跟過去的竹北燈節是蠻不一樣的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是我們這次用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以及互動 那我們希望就是不管是未來或者是科技這些元素 它能夠跟人非常親近 鄭朝方也在點燈現場發放親手兼具的龍年提燈 吸引上千民眾排隊領取 他也表示竹北市科技之都 今年特別以科技互動與光環境美學為主題 打造出六大主燈區 要請民眾來感受竹北不一樣的燈節 新唐亞太電視林秋霞 台灣新竹採訪報導